這個三角形會用在將來你再算共二兩法的時候會用到 OK 那這個的話 這個真的常看到 這種三角形你看 這邊還是A這邊還是B 那這個要注意一下你A跟B的大小 好 那這個他講是個均質的三角形鋼板 求他的行為位置距離右邊多遠 請以B跟L表示 他如果說用A跟L表示 那這個題目又不一樣 這個我給你當自己的作業去寫寫看 請問用A跟L表示的時候 這個值會是多少 好嗎 你試試看 算算看是多少 來 那這個題目一樣我把它切成兩個三角形 A1是左邊這一個 A2是右邊這一個 好 那現在知道他全部的行星叫做X bar 那我要知道全部的面積等於多少 好 那全部的面積其實我根本不用相加了 我也跟各位民講全部就是L 你看他的面積 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面積我想不必 不必學行星你從小學就算過對不對 你看看這個面積怎麼算 這個三角形 ABD的面積等於多少 好 很想點名 不過點完名以後 點名 問同學 選人家名字都在錄在影片裡面 有人會恨我 好來 2分之1的 底 乘以高 這就不就是面積了嗎 2分之LH 對不對 對吧 好這個 有沒有問題 這面積有問題的話 下課來找我 好 這個沒有問題啦 好 那但是我題目把它改成這樣來做的時候會不會一樣呢 當然要一樣啊 A1等於2分之1的H A2等於2分之1的BH 我問你啊 A1加1等於多少 你看 A1加A2 就會等於2分之1提出來 H提出來 不就是A加B嗎 A加B等多少 A加B等L 一樣啦 好 那你看S1等於多少 我們看一下S1 S1從邊邊算過來 等於這個值叫做B 這個是離他底邊三分之1 所以B加三分之A 這個比較注意 這個比較技巧一點 因為有時候同學不知道這個行星離他多遠 好 那如果你要離這邊多遠就三分之2 懂了 那 這個地方你要多遠就等於 這邊加這邊 也可以 如果我們要以A來算的話 你的行星又不一樣 譬如說 來 我簡單講 我剛提一個問題順便告訴你 這個行星到這邊的距離多少 如果用A來算的話 這不就三分之2A 對吧 那這個行星距離這邊多少 這個從這邊到這邊嗎 這一個 這一個不是叫做A嗎 這一段多少 三分之1的B 所以這一段全部不就是A加三分之B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個的S1會變過來 S1本來是這樣 如果你以左邊來 來作為 那個你的軸的話 他會變成S1會擺過來變三分之2A 那這一邊會變成A加三分之B 所以這算起來會有不同的結果 了解吧 答案會一樣 但不同的結果 這先跟你講一下 好 那這個行星算完之後 我們看 下一段 這個是攏長的計算 S8 等於面積 全部的面積A1加A2 其實這個同學 你如果省一點的話 就用二分之LH就好 可是這邊沒有L對不對 你就要特別注意 你就要特別注意說 你最後要化成A 還是要化成B 了解嗎 今天題目他要我們什麼 用B來表示 你就要把它改成B或L 那我的建議是說你這邊可以先寫成二分之LH 了解吧 這個分母先寫成二分之LH 因為L等於A加B 然後這邊再慢慢去算 這是A1的面積 這是B加三分之A A S1 S1是B加三分之A OK 那 2分之BH可以三分之B OK 然後把它乘開 那這邊有一個2 上面有個2有個2就可以約掉 這個2就可以約掉了 這個2跟上面這個2約掉 所以你看A H A H 然後呢 這是B加三分之A 這個是B H 3分之2 B 所以呢這邊變3分之2 B平方 H 有沒有看到B平方 H 所以你慢慢列喔 這是LH喔 好 那你看喔 分子上面第一項A H 乘以B 乘以B加三分之A 加上B H 乘以 3分之2 B 分母等於B 分母等於L H H再約掉 所以你看喔 這邊就變成 分母就變成 A B B 分子 加上3分之A 平方 加上 3分之2 B平方 分母呢 L 跟他一模一樣 所以我都很細心的算就好了 L等於A加B嘛 再帶進來 好不好 那你不要帶進來就慢慢把它撐開 好不好 那這邊就把A平方 放前面3放到分母來 A平方 3放下來 2B平方 3AB 這可以 我們把它做因式分解對不對 A平方AA B平方是BB 要變成3的話這是2 那也就是會變成 2嘛 3加起來是3 3AB 所以他就可以分解成A加2B 一個是A加B 就這個 然後分母分子是A加B A加B其實就是L啦 知道嗎 所以LL消掉 那A加2B呢 A加B等於L嘛 所以這個可以提出一個A加B加B 這就是L L加B 這個式子不用再寫 囉嗦 好不好 這樣會算吧 小心算就好 因為他沒有數字 OK 好 那這三角形的面積就跟各位記起來 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你也要記起來 你也要記起來 剛剛是3分之L加A 這是3分之L加B 靠近這一邊 好不好 好 那這個我覺得 請同學特別留意一下 好 好